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学专业的 2013年我来到关州大学学习了一年的中文 从那时候以来我都生活在中国 生活好几个地方体验了不同的城市 我在重庆还读了一个韩语国际教育的硕士 重庆大学的教授们向我介绍了新韩学计划 我了解到这个计划对学生的选择 是给予学术背景 学术成绩 出版物以及教授的推荐性和在线面试进行的 那时候我对意大利韩学是产生的浓厚的兴趣 已经发表了两篇学术卢尾 我希望通过新韩学计划 在这个领域进行研究 我关注的一位韩学家 马国贤是一位创教师 在看戏时期来到中国 然后刚好李天杆教授是翻译了他的一些作品 然后他满乐意接受我和他的学生 于是我申请了新韩学计划项目的博士生 2019年我来到了苏丹大学 我的研究是寄19世纪意大利汉学 在我的博士论文中 我专注于一位叫安德莫·西维利尼的汉学家 他是意大利第一位大学韩语文化研究教授 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 通过研究他的神品和著作 可以了解党式意大利和欧洲的汉学研究情况 他的一生有了三十年未实现的一个项目 就是写一个汉语词典 在马切拉的图书馆 签完个卡片 每个卡片都是一个汉字 在19世纪在欧洲的大学跟学员 开始有中文专业的课程 开始有叫韩语的跟中国文化的教授 所以整个汉学经过一种世俗化跟学术化的过程 所以我去研究的是 这个过程是什么实现的 但是设计到这些欧洲汉学家在哪个年代研究的是一个怎样的文化 还需要回到中国去寻找 这让我产生了更多的兴趣 他管自己的学术实业 我有机会展示我的研究工作 并从教授们那里获得宝贵的指导和反馈 也让我更容易解除到中国学术界和学术出版界 还有机会游历中国许多的地方 这些经历让我更深入地了解到中国 对我来说更是一次宝贵的体验 做这种研究 给我机会去思考不仅仅是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的价值 中国古代文化的时候 还会给我机会去思考我本过的历史 我最大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接触的意大利汉学家 为中意文化交流做出光线 我们要多多个小学生 谢谢您 谢谢您